Hello, 大家好 首先, 多謝你支持我這個香港人的健身頻道 上一次我發了一段影片 試飲Miprotein Impact Whey Protein這個產品的北海道牛奶口味 發了之後, 大家都蠻喜歡的 因為Miprotein這個品牌就越來越多人用 甚至一些本身沒有用的健身奶粉的人都蠻留意這個品牌的 而且它的味道選擇很多 所以大家都想了解一下, 什麼味道會適合自己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味道, 或者是它適合你的口味 但是上次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遺漏了一樣東西 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因為我原本是想試一下這個北海道牛奶口味 就跟我們本身認識的北海道牛奶的味道相似 還是不同, 會不會很假, 還是怎樣 所以我就遺漏了去試這個北海道牛奶 即是真正的北海道牛奶 對呀, 試了這個, 再試一下 Miprotein的北海道牛奶的口味 看看它們哪個好些, 或者是否差不多 其實我沒有喝過北海道牛奶 所以上次那段影片我都有講 其實我對北海道牛奶的味道是怎樣呢? 就沒什麼概念 但是上次我拍那段影片的時候 我又遺漏了買這個 所以這次要補回了, 我先試了這個北海道牛奶 特選3.6牛奶的味道 再試多一次, 買miprotein的北海道牛奶的口味 看看是否差不多呢? 首先呢, 這個我也是隨便在超市找的 但是我看到那個包裝, 即是因為我也認得這個包裝 所以我相信這個北海道牛奶的界別 它應該是比較出名一點的 或者我還沒找到另一個是很認得的 所以我就先試了這個北海道牛奶的味道 再試一次miprotein的北海道牛奶 厚味的健身奶粉乳生蛋白 看看哪個比較好 等等, 原來要剪開它 一看就知道我沒有喝牛奶 OK, 嘗嘗這個厚味是怎樣 其實這個奶很淡 其實我也沒什麼特別 好像跟普通牛奶差不多 嗯, 好了, 嘗嘗這個miprotein的 miprotein的北海道牛奶厚味 來吧 上次也提過, 其實它沖條也不錯 它也很容易沖得均勻 粉質不會是一九九 其實我覺得它會比較好喝 因為它反而是沒有這麼... 我再試一次這個 北海道牛奶 因為我本身就不喜歡喝奶 其實它這個北海道牛奶 牛乳是不錯的 它叫做北海道突損 北海道突損3.6牛乳 那其實它味道不錯 不是很酥的味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喝牛奶 就是我不喜歡牛奶那種很酥的味道 但其實它這個其實挺好喝的 不過如果我再試了miprotein的 北海道牛乳牛奶口味 那其實它就會... 我會覺得甜一點的 其實它就不是糖分多一點 因為如果我們比較兩個產品的糖分 這個有寫的 它這個北海道 突損3.6牛乳 那就是每100ml OK? 就會有4.6g的糖 OK? Miprotein這個產品 就是每杯 每杯就放25g 即是一盒的粉 那它的糖分就1g OK? 所以就不是因為它甜一點 所以它的糖分多一點 因為健身奶粉一定會用代糖去調味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 我不喜歡太甜 因為我不想喝那麼多糖 那其實就不一定跟糖分多是有關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不喝牛奶 除了口味的分別之外 就是說 你看到它每100ml 其實它裡面的蛋白質 就會有4... 4... sorry 應該是每100ml 這個牛奶 就會有3.5g的糖分 相對我們喝一杯健身奶粉 就是如果我用這個Miprotein的產品去做例子 那其實它一杯就已經有20g的 protein 那所以那個份量差距就會很大 所以如果我們健身來說 主要想攝取多些蛋白質 那我當然是喝健身奶粉 乳清蛋白的補充品 那再加上就是說 牛奶呢 其實它除了那個蛋白質之外 它都會有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那如果我按回100ml這個的飲用量 其實它這個每100ml除了有3.5g的糖分之外 它都會有4.5g的脂肪 4.8g的蛋白質 那所以 就是你要自己的衡量 你自己的營養攝取需要是什麼 因為通常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喝健身奶粉呢 那或者是什麼人需要健身奶粉 就是說需要補充多些增肌蛋白質的人 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日常飲食 其實比較難去攝取到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或者就可能你會是 很難吃到夠多的份量 那再加上就是說 蛋白質補充品 它主要是補充蛋白質 那所以它就會去除了脂肪 碳水化合物 糖分這些 相對我們沒有那麼需要的營養素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健身 你要是攝取蛋白質為主的 那你不是說不可以喝牛奶的 如果你喝牛奶 你是喜歡它的那個味道 或者是一個日常的習慣 你可以保持著 不過就說 如果你是想增肌為主的營養攝取 那就可以是喝健身奶粉 那那個蛋白質攝取就會有效一點 多謝你收看這段影片 希望給你更多有關健身營養的資訊 那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因為接下來就會有很多健身的資訊 補充品 營養的知識 那可以幫到大家 無論你是去健身室操練 還是在家裡操練 都會有用的